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那你明天怎么看 还有接下来在操作的部分 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规划调整吗 集叠才有好买点不是吗 也是哦 对 我们不要去讲那些所谓的一个 我应该这么说啦 怎么去做才是对的 对啦 对对对 我们先谈一下为什么大盘会集叠 不是只有台湾集叠 是 这个全球都在集叠 感觉我们之前都一直撑着 对今天的你看首额指数也跌了1.5个百分点 跟我们差不多了 跌幅差不多 那鹿骨更惨 鹿骨的跌幅跌掉了 它重灾区啊 对啊 大家都知道什么回事啊 就川普普嘛 他被瞄准攻击 川普普跟伊朗朗 说这个 哎呀我们和解吧 没事了 就油价就掉下来了 好像小孩子 对然后他跟伊朗 之前不是呛瞎吗 那油价大涨 他讲跟伊朗又和解了 所以那个油价就掉下来 跟伊朗一和解 哎他是马步停蹄 又开始找习大大的麻烦 对啊 那是说什么 要对这个中国的商品 进口美元的商品 有2000亿美元 原先只科10%的关税 现在说要提升到25% 那个全球股市应生重挫 真的 就是你川普普说什么 就他就真的 真的会出现重挫 真的要去查 他们内线交易 对 我在怀疑川普的个性 到底是如何啦 就是他好像 就反正就是要到处挑火 就把你点火 到处点火 那现在还不找金胖胖的麻烦 哪一天这个 他又跑去找金胖胖麻烦 他证明他是老大哥 对 然后呢 听说金胖胖 好像又这个合污 没有正式的一个 这个指注 相对来讲 基本上我看 后面又会找金胖胖麻烦 不管如何 川普的点火造成 当他转到贸易战 这一块领域的时候 就会造成全球股市重挫 之前他跟伊朗呛虾 那个都没有关系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他转到 这个北韩的部分的话 大概也没什么问题 那只有跟中国的贸易战 会影响到全球股市 因为贸易战的影响 会影响到贸易的一个损失 有机构预估 就可能会损失两兆美元 因为这个贸易战的一个开打 但不管如何 我们也没办法 拿它没办法 拿了没办法 所以台股在今天就中错了 跟随的国际股市中错 好 那其实我们的重灾区 还是在被动元件 是 对吧 好 那昨天的被动元件中错 今天被动元件一样是 持续中错 真的 又跌停 对 国际又跌停 华星科又跌停 好 那被动元件 昨天讲了一个消息 叫做韩厂的ArmorTech ArmorTech 它要 就南韩的一个 这个晶片电阻的大厂 它要转做MLCC 昨天我在广播当中 已经讲了 然后我说过 设备交期 要14到18个月 所以没有那么快 但是影响性还是有 所以相对来讲 像最近的走势 像政府基金也说 它在出被动元件 那惨了吗 那个卖压的重重 对 好像有这个消息 对 就变成国际就连续跌停 可是我在想着 倒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刚才不是一开始跟你讲 没有急跌 哪有好的一个价位 也对 对吧 那你国际跌到716块 然后呢 我跟你谈过了 被动元件的 合理本益比的区间 在8倍到10倍 对吧 好 那今年的国际 我们预估赚80块钱 所以当它打到720块的时候 本益比是多少 9倍 对 9872 好 所以720块就是9倍的本益比 来到老师 关注的区域了 开始关注了 那我说8倍本益比 你眼睛闭着就要买 好 那会不会打到8倍 我不知道了 但是你如果打到9倍本益比以下 还要继续大跌 我觉得那个可行性也不是这么高 好吗 虽然它今天跌零板 我没有要为被动元件平反 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布局被动元件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 被动元件打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就有可能做一个止跌的一个动作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我举个例子 像是3105的文帽 虽然我不认为 它打到150块就应该要止跌 因为我们说过 它的合理本益比应该是在15倍 好 应该要打到120 但它在现阶段来看 你会发现到150 它就已经不太跌了 之前文帽大跌 现在这个 今天台股大跌168点 文帽坚收平盘 好 每一档个股跌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而然 第一个卖压会消化掉 第二个什么 买盘会进来 那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谈的 我认为被动元件在今天 虽然还是影响到所谓投机力 就市场的一个人气 看起来 今天有恐慌卖压的气氛出来 你们可能都没有看清楚 就是因为 中小型股的沙盘是非常大的 所以恐慌卖压出来 当然我们强调一点 就是这是要消化卖压 所以有人在问说 今天的大盘 沙一根长黑棒 但我们成交量不是很大 这样是好事 不对 不对 那为什么不对呢 就是其实我们的接手是弱的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是接手弱 今天如果我们的跌幅 没有168点 是只跌68点 那这个量缩到1400亿 那是好事 但是我们是跌得很深 那叫低档 没人敢接手 这个概念上 你一定要了解到 量价之间的判断 不是一个简单的 拉价跌量缩 就是好事 绝对不是这样 好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等于说 我们要看的部分就是 因为它今天也没带下影线 如果今天下影线带回去 那个量缩就好事 就相对来讲是好事 那我们也没带下影线 就代表其实它是接手不足的概念 好 不管如何被动元件 我认为 如果你要我判断 我认为明天的被动元件 未必会再大跌 因为它们已经回到了 合理北一笔区间的 中间下缘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 再大跌的机会 没有那么大 但你说它马上要上去 那也不太现实 为什么 因为上党套牢一大堆人 在它跌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很多人进去抢短 有啦 有可能哦 不是有可能是有啦 对啊 那个那时候 麒麗星不是还在抗跌 对 那个大意还在抗跌 然后呢 核生糖也抗跌 然后后来全部都补跌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整个族群 你知不知道被动元件 从三月涨到了六月份 当时大家都说是 它是市场的宠儿 对吧 然后到六月到七月的时候 在那边盘旋的时候 跌下来 现在是市场都说是烫手山芋 有没有改变 它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今天一千三百一十块的国具 跟现在的七百块的国具 它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差哦 对吧 那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你的心态 哎呀 对不对 一千三百一十块 你看到一千六 那外资讲 对 你就外资有讲一千六 然后呢 从一千三百一十块跌下来 现在外这个市场 就说什么 这个国家的一个 这个政府基金又在卖 你又恐慌了 所以从头到尾 基本面它都没有改变 对 是别人全市都不同了 对 但是问题是你的心在改变 你现在会以拥有 这个被动元件为荣吗 不会了 吓坏了 你想它是烫手山芋 你想想办法把它丢掉 所以我想这才是关键了 就等于说股价在涨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基本面没有改变 打下来 我不认为会暴跌 听了没有 我再讲一次 每一个字都重要 对 除非你的基本面是改变了 好 那如果基本面不是没有改变 那现阶段杀下来 回到合理本益比区间 我就认为不见得会再继续大跌 好 这是我判断被动元件在明天 或者至少在下礼拜一 不会再继续楼下跌落下去 好 但是被动元件可不可以买 见仁见智 你要抢那个跌升反弹 当然有跌升反弹 国际已经 这个从1310块已经快腰斩 跌到650就是腰斩 不是吗 对吧 655就是腰斩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股价已经跌了快一半了 就快了五成了 之前它一直抗跌 之前那个什么 环球金不是从640跌到440吗 跌掉200块 跌幅也大概有三四成 然后呢这个包含什么 包含了这个亚德克 亚德克快600块 跌到快300 也是跌五成了 那时候被动元件还在高档 有没有 那现在呢 这些股票虽然不见得上去 亚德克不见得上去 这个上银不见得上去 但是问题是 被动元件也在修正五成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个观念 就等于说 你为什么不要在 在跌的过程当中 趋势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情况之下 你最好不要选那个 那个趋势 那个股价在往上创新高的 我一直提醒你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原因你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 好 但是当被动元件也刹下来 就是最后一个 这个最后一个抗跌的族群 也修正回来之后 那台股除非什么 当然是除非国际股 是有任何的大变动 否则以目前状况来看 台股要在大跌的空间 也就越来越小了 因为今天已经大跌了 是这样子 希望了 因为比较多人做多的 我们希望它的一个跌幅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我想 当然很重要的关键点 还是回到川普的那张嘴身上 就管不住他呢 那它影响到所谓的投资情绪 影响到法人的买卖 影响到持股的信心 没错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看你说 现在大盘的结构 看起来非常的不妙 对 但是我也该提到 我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 才会造成很多的好股票 被杀下来嘛 对吧 老师你现在口袋名单里头 我口袋已经 装满了吗 对装满了 哎呀 等待 就等待机会 那所以我想 不管如何啦 就是 我们要做的部分 像我跟你谈到戏机缘是什么 来回做 你一定是急跌才买嘛 是 你不可能是急涨去买 对吧 当然 我要强调一点 不是我急跌去买 它就一定止跌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产业急跌可不可以买 我再讲一次 好 如果它的基本面是改变的 那个急跌是不能买的 懂 对吧 是 3D感测就是 我讲的PA就说 虽然现代稳帽稳稳的 但是我告诉你 它的这个基本面在改变 改变 你就不是急跌可以买 这个简单的概念 了解 所谓急跌可以买进的方向 是以它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也就是它还是维持着 看好的节奏之下 那你股价的修正 那才是什么 才是进场去接的 换句话说 假设太阳能 我随便举例啦 今天早盘那个LED很强 那我们就用LED为例子 LED的这个产业 有没有变好呢 没有 但是呢 就会有人在底下去抢反弹 对不对 跌升会反弹 但那种买 你就 你只能抢反弹 对 就它转强的时候去抢而已 短线 你就不能急跌去买 因为它会不断破底 不断破底 不断破底 太阳能就是这样 太阳能就是这样 对吧 太阳能的整个产业是不对的 你即使在短期间打下去之后 你抢短 如果弹下没有跑 它后面又会破底 所以真正能够急跌可以买的是 产业趋势是向上 yes 所以我才跟各位谈到说 为什么矽进院要来回做 原因就在这边呢 因为它的产业趋势是向上 是 所以它的急跌才可以买 今天它也跌蛮多的 也跌很多 终于看到这个利空了 这个利空我早就知道了 那基本上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 我要它见报 见报比较容易利空出境 所以它已经见报了 今天已经在盘中 您出来这个讯息 传出紫光将并购 法国的矽晶圆厂 应该是德国吧 四创电子 这个第四大 不管了就是这个 全球第四大的一个半导体 那就是四创电子 四创矽晶圆厂 好 那环球晶是前第三大 四创是第四大 好 那第二大叫SENCO 就是日本的胜高 所以市场传出紫光 要是法国晶片厂 这个传出那个大陆的一个资金 叫紫光 国家队的 那他准备要去买这个四创电子 所以造成了 原先大家说 本来是要入股环球晶的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 他从来没有说要入股环球晶 他是想透过中美金 去持有环球晶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在炒中美金的时候 对 我从来 他从来不是录制要去买什么 这个环球晶没有 他想去买中美金 因为中美金持有50.8%的环球晶 所以他 对他间接要持有环球晶 那这个地方破灭了 所以谁会最惨 中美金 对啊 理论上是中美金啊 那怎么会是变成环球晶 好 大家就在思考这个逻辑 好 不管今天环球晶也中错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环球晶中错之后 我也盘手脚回去 嗯 对 虽然我不敢讲他一定止跌 但至少这个消息 基本上在我看来 并不是很特殊的消息 视创这个 视创电子要被病啊 矽晶源 视创矽晶源要被病 基本上有几个重点啊 第一个重点就是 你是全球第四大的 我只光病了你之后 呃 纸光又不是 它是半导体啦 我病了你视创之后 有有几个重点 当然呃 台厂的这个部分 可能在矽晶源 中国大陆 矽晶源的部分 基本上就没有 那么大的一个吃香 对不对 那我可能会用 这个视创的矽晶源 好那视创已经变成紫光 这是有可能的 我想这是影响到的 一个状况 第二个部分就是 你病了视创之后 你不会成为全球前三大 不会啊 因为你本身不是做 矽晶源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部分的影响 应该没那么严重 第二个部分 比较重要的关键 比较重要关键是在哪里 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呃 半导体厂 叫做新生半导体 好 中国大陆新生半导体 啊 之前前两天 有有说一个讯息 今天也开始 也也出来了 叫做12寸的产能 矽晶源的产能开出 好 我在昨天的广播当中 讲得很清楚了 我说 你产能开出来之后 你的粮率呢 好 你的产量呢 好 他说通过了中国上海 华丽维电子的一个认证 好 那如果说真的通过认证 粮率也够 那你产量会出来 就是今年底 大概出来10万片一个月 但是今年的这个 这个中国的部分啊 中国部分有26座的 新晶源厂要投产 光是今年 机构的预估 光是今年的需求 大概就是110万片 到130万片左右 所以那个10万片 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当然他说最终会回 会每个月会有60万片 可是当你的新晶源厂 陆续的开出来之后 我觉得 我觉得 那这个需求 还是大于公寺 好吗 需求还是大于公寺 所以我想 目前来看 细晶源的话 当然我强调一个关键 我们现在在等什么 等12寸的细晶源 报价再往上跑 今天不是你只光 并了这个市创 这个电子 然后呢 细晶源厂 你就成为 这个全球第一大 你就会影响到 SANCO的股价 你要不要去看 SANCO的股价 根本都没有理你 它已经在打底了 这个胜高的股价 在打底 日商的胜高 在打底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消息 都是台湾 就是我们应该这么说 我们比较 我们的投资人 比较在意消息面的变化 对吧 所以影响就会比较大 这就是文化之间的差异 好 这是文化 我常在讲 这是文化之间的差异 什么叫文化之间的差异 比如说 一个日本人去上厕所 他忘记带电 那个卫生纸 然后用FB去求救 用FB求救 对对 FB就讲说 我忘了带卫生纸 不久之后 会有一百个人 来送来卫生纸 朋友啦 这个朋友 FB的朋友 那台湾人呢 如果忘了带卫生纸 用FB去求救 你知道会获得什么 会获得一百个赞 所以这是所谓的 文化之间的差异 我们比较 我们会按赞 我们会按赞 不会去做 对不会去做 所以我想 因为我们很在意 这个新闻的变动 所以你会 你会受到 它的影响会比较大 这是为什么台股的 我们的股价 常常会受到 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波动很大 好 那我认为了 细经元会不会受影响 会 但是呢 股价里面修正回来了 所以它就是 来回做的概念 几跌就是买点嘛 几涨就是卖点 这样来做 第二个部分 我们在等什么 12寸的一个报价上扬 12寸的一个 细经元报价会不会上扬 会 这不可能不会啊 所以当细经元报价上扬的时候 会形成涨循环 到时候股价就会涨回去了 所以你了解到 这样一个状况之后 等于说 什么股票急跌可以买 什么股票急跌是不能买 你要搞清楚 就是基本面的因素 基本面的产业趋势 是往上的话 急跌下来 股价因为情绪上的修正 而急跌下来 是可以买的 但是如果它的产业趋势是向下的 甚至开始在转坏 它的急跌下来是不能买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之后 你才会知道 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我说 我看好什么 我看好苹果派没有改变啊 我没有改变啊 对 因为这个阶段是看好苹果派 然后呢 我看好什么 我看好看好GPU概念 我不会改变啊 因为它的产业将来就会形成 所谓的产业循环往上走 虽然它的反应度没那么高啦 目前看起来 不管是苹果派 或者是GPU概念股 基本上都没有反应那么高 但未来会有一些什么 当利多的消息出来 它自然而然股价又会回去 那第三个部分比较重要的 就是最近这个Tesla 特斯拉的股价在盘后大涨啊 特斯拉的亏损在扩大 可是它股价盘后是大涨 因为Model 3的关系 就是它的一个 已经进入到可以量产的阶段 所以今天的茂连不就拉上来了吗 所以将来的在车用的领域里面 当然我比较偏向就是 跟车店相关 包括镜头 那车用镜头的部分 大概是盘面结构当中 大家可以留意的 所以我想趁着大盘击杀的过程当中 哪一些产业是具有机会点 那我们第一次去做一个布局 哪些股票是具有所谓的 这个不能碰的 那我们不要去碰它就行了 那这一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的谢谢老师带我们做盘面上的解构 集叠之后好个股的机会点已经来了 什么时候要出集呢 所以欢迎跟上老师的讯息 或者是持续锁定 老师刚刚提到的三个面向 包括苹概股 GPU 还有Tesla 部分都可以留意 感谢留言投顾杨天迪杨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喜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今天台股集叠 希望投资朋友 听众朋友手中的个股一切安好 假设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您来电咨询沟通 随时要做一些检视 好 那么另外杨老师有提到 有一些好的个股 未来产业前景 依然明朗的个股 其实在集叠的时候才有好买点 假设认同操作的话 欢迎跟上信息 工商服务的电话提供给您 02-2321-9933 2321-9933 Light也欢迎您直接免费搜寻加入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致富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杖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 股市战杖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导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26号 好的 欢迎听朋友持续锁定的是投资理财王 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邀请到的就是华星投顾的 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正好 大家好 是林的燕 好 台股呢 今天的指数来讲 真的是跌了超多的 不管是加群指数 OTC指数 所以好多个股都跌势汹汹 在今天老师的Lite上面 有一个提醒 感觉好久不见的强棒出击 今天来了 我就有赶快的点进去看了 是什么呢 今天老师 叫我们来做反向的操作获利 对不对 好 今天盘面上的一些重点 还有老师的一些提示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收盘是跌168点 最多跌179 那几乎也是收低 八月的第二个交易日 就来这一根 不知道要怎么说 不发 你看昨天 我只能讲小心啦 爱税利啦 我昨天已经提醒你了 昨天台北股市涨40点收最高 像这种收最高的 隔天应该都要开出高盘 不管开多高 至少你要开出高盘来 今天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这已经是不对了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已经跟大家预告 我知道怎么说 我是不是讲 两天内爱税利啊 两天内要小心了 有没有 我就说已经有得清楚了 其真是见证 其真昨天节目里面还说 诶 在暗示咯 是 其真我常说得有清楚啊 还有light上面 老师到晚上的时候 还有提示 就是讲什么 古王大立光带头沙盘啊 接下来要留意 其实 昨天根本不是暗示 根本就是明示 根本就是明示 我不是说电视台啦 对 我两天内都已经说那么清楚了 对啊 我早就已经说了 两天内两天内要出事了 你还听不懂 你看昨天是收最高 去40点 对 我相信所有的节目 所有的分析 所有的报纸 一定都告诉你好消息 一定都告诉你正面的 可是林合燕昨天提醒你了 两天内要出事了 你怎么睡理哦 我昨天已经提醒你了 而且我还讲大立光 有没有 有 我说古王大立光带头逆势沙 高低点300几元 你不能忽视他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我的算时间很准跌 你们知道 你看从4月26号 那天我预告25天返转 结果指数从10478 涨到11261 起700几点 涨到6月7号那天 我又跟大家预告 记不记得 6月7号那时候 11261 我是不是讲 见好收见好收 对不对 会想败 你一定要会想败 同时顺势的半康路也不错 你看讲完之后 跌到10527 落700几点 7月12号要来之前 我事先跟大家预告 春宝几天了哦 25天要结束了 记不记得 7月12号25天一到周 开始一路涨上来 我在看行情很准跌 你们长期听我节目里面知道 不用我重复那边一直讲 昨天来到最高点 11100点 昨天收在最高点 昨天我又开始跟大家预告 两天里面要出事了 你们要注意 两天之内要反转 我昨天预告完之后 今天马上大跌168点 你们要相信我 你们要相信林和彦 如果只是一次两次准 可能运气 我运气好给他讲到 可是如果每一次都很准 那就是实力 那就真的是很准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 去年10月开播到现在 去年10月开播到现在 我大盘没有错过任何一次 其正是见证 我对于古年10个节目开播到现在 我大盘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没有错过 所以你们要听 你们要听我的 不然大家互不听 今天跌168点 今天刚刚一天而已 听得懂吗 今天才刚开始第一天而已 我知道昨天很多人叫你买股票 因为昨天收最高 一副要喷出去的样子 昨天很多人叫你买股票 那今天大跌168点 他们一定还是叫你继续买 因为不然他们就自打嘴巴了 昨天叫你赶快买 结果今天大跌 他如果跟你讲 不对了 那是不是自打嘴巴了 所以他还是告诉你说 今天压回事好买点 赶快捡便宜货 你不要乱听 你不要乱听 今天才刚起跌第一天而已 我跟你讲 如果只会做多 不会做空的人 他的分析永远都是多头 懂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做空啊 所以他每一次的想法 都是以做多的出发点嘛 所以只会做多的人 他的眼睛里面 他的思想里面 他的分析里面 股市永远是多头嘛 他才会一直只有做多嘛 那事实上股市是 有多也有空嘛 本来行情就是有涨也有跌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操作 你不能只是一成不变的 只是做多做多做多 你应该是顺势 行情涨算是赚正常啊 行情如果要跌 那空软也会贪金啊 你看我在7月20号的时候 7月20号大概就是10天前嘛 我又特别送给大家一份 地雷股part 2 7月20号 我又送给大家新的一份 地雷股40档part 2 你知道那40档股票 今天全部大跌啊 我在10天前 提早把这40档地雷股送给你 我就希望你能够逢高把它避开 不要去想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避开 200多通电话 200多个人来索取 应该要更多 我们这节目的收听 是很广的 很多人 那你不来索取我也没办法 林何彦要帮你的心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那不管啊 就一个算一个 都是功德一件 啊不求就你 我只能想说很可惜 我已经想尽办法要帮你 要救你 这200多通电话来索取的 那40档地雷股 你有快闪开吗 希望有 有来说 我就会很开心 最起码你没有伤到 那如果聪明一点的 跟我一起空下来嘛 对不对 聪明一点的 跟我到底放空来嘛 你看那40档地雷股 今天很多都大跌哦 对不对 3508位数 今天落5% 阳明光掌跌停板 3016加金 今天跌了8% 这个都是40档里面的 6127的9毫 今天跌了7% 对不对 6240的松钢 两支跌停板啊 这把我们回来 放上个沟评 2481的强茂 今天跌7% 3624的光洁 今天跌停板 对 3707的汉磊 今天也是跌到7% 对 6173的信仓殿 哇 今天最多跌到9% 4976的嘉宁 我们曾经再放空这支股票 今天嘉宁也一度跌了2% 2%是不多啦 可是嘉宁 接下来你要小心了 2478的大翼 今天也是跌停板 这40档地雷股 我是好心 要给你们救 希望你们不要被市场上 因为有些股票没有基本面 只是人为因素的拉抬炒作 那你如果不小心 被骗进去了 第一时间没有走掉 那后面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四档地雷股 我希望你一定要避开 啊 比较聪明 对我对上面抗烈 也是很开心啊 对吗 真好啊 行情顺势 我一直这样跟大家讲 顺势就是探机 顺势做就会赚钱 我们会员从那40档地雷股里面 我们挑了九档 做放空 我们现在会员 总共有九档地雷股 在各类会员里面 平均大家都 扛那两档三档 总共有九档空单 九档地雷股股 今天全部都拨 而且都还跌得蛮重的 跌最重就是 6240松钢 两档地雷股 松钢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停 阳明光昨天也是跌停板 你看我空阳明光 150空的 134在加码空 今天117 跌22% 精彩我65块空的 今年59也跌10% 既然我空40块的 今年31块 23% 好会赚88块空的 今年76也14% 位数 今天强邦初纪也推荐位数 位数我们70块钱空的 今天57.6 也跌18% 宣德62块空的 今年58块半 也6% 因为最近这两三天空的 当然不可能赚到120% 可是获利开始在扩大 新通34块空的 今年32块 也6% 松钢礼拜一空的 空64 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停 空三天就已经21% 两天半了 我没有欧白空 我空的股票都是怎么样 都是业绩很烂 然后被人为因素炒高 我说主力一走 你后脚就踹下去 很好赚 你看我昨天空4976加零 我空60的 我昨天有讲过 对不对 我没有看薄 但这支股票很热门 也有蛮多人在买的 那你听到我在空 你要快闪开了 因为我空的一定是业绩很烂的嘛 我昨天会员空60 今天56.5 脚到今天就6% 所以 我不是在炫耀什么 不是告诉你 顺势做 顺势做 就会很好赚 顺势做就会很好赚 这今天才头一天而已 今天才刚第一天而已 我们今天来个活动 免费持股诊断 才刚起跌第一天 你要挽救还来得及 你要省国的蝴蝶 你最关心的三档股票 好 你最关心的三支股票 今天林何彦 免费帮你持股诊断 我会亲自回你电话 把你最关心 最担心的三支股票 打大进来 让林何彦 亲自来帮你 好的 谢谢老师 好希望之前的听众朋友 拿到资料 这40档有避开了 那么如果手中 今天有一些个股 来不及做处理的话 老师说 第一时间还是要 好好的来观看一下 检视一下 如果不知道如何检视 就欢迎您把我老师 今天持股诊断的机会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老师刚刚有答应我们 今天给大家的持股 见诊的机会 好每个人现三档 欢迎亲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利用 工商服的电话 赶紧打电话来 老师会亲自回电解答 02-239-239-88 02-239-239-88 让老师来帮您 重新调整之后 再出发咯 打电话再出发咯 我最大 派人看到我们也屁屁屁屁 我们是灵魂快乐 宵夜 笑话 在出发 在出发咯 你是我们的第一名 提供中定一款命 把工科当作跳车车 不免驾 不免驾 那咱是勇敢的消费者 爱着工会跟他拼 人说不免驾 买赚名 我有心心打不抢 我有人心水风光 有我六区千春四名 派名声 我有孤女在爱我 我有幸福的作为 我买好 你经过就开我 一生命命 再出发 再出发咯 帮我擦汤回着花 不管风口这么拟大 有个将来也就怕 要出发 要出发咯 帮我鞋子擦亮它 那没失灭 不用操大 有要卡来 吃唱啥 菜出发 菜出发 哪买得 帮我鞋子擦亮 你说中定一款命 就甘苦 冬水跳车车 不免驾 不免驾 哪里是 香港的消费者 好的 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来咯 记得 今天的老师的这个服务 老师会亲自回电给您 所以呢 大家真的好好把握 而且第一时间 赶快做一个检视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接下时间再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是起跌的第一天 虽然跌的有点多 168点 可是第一天而已 所以你还来得及 脚步赶快调整 重新再出发 绝对来得及的啦 因为航金 好像头一天而已 我昨天已经在节目里面预告了 昨天是 涨到最高点 说最高 我昨天已经预告了 两天来要出事了 要注意哦 我昨天已经明示了 不是暗示 我希望有帮到你 可能我不知道 我已经尽力了 因为你们听的资讯 接受资讯太多了 有时候灵头燕人为言轻啦 我说的有时候 你们听太多资讯之后 会把它忽略掉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要小心哦 才刚第一天而已 操作一定要顺势 顺势你就会探紧 你一个人的力量 不可能跟趋势对抗 这一点是绝对的 所以一定要顺势操作才好 那今天一个人三档个股 你最关心的三支股票 林的宴帮你免费检释 同时我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 我们动815 动815财报抢先赚 半个15日开始算了 你这段时间心底 对你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两天哦 我要补充说明一下 动815准备了两天哦 那今天持股诊断 打电话进来可能一定很多啦 你如果电话打了之后 站线的时候哦 多打几次没关系 隔壳几边一定要把它打通 我今天一定会亲自回你电话 好 今天不是台北股市跌而已 今天大陆股市更惨啊 你知道深圳今天跌到快4% 昨天深圳已经跌了1.8%了 今天香港股市 最多跌到快800点 大陆股市已经破底了 昨天欧洲已经开始跌了 那为什么又开始跌了呢 因为川普又抛出来 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原本是加征10%税嘛 对不对 现在有可能会直接拉高到 全部都25% 所以川普把这个问题 又开始掀起来之后 让大陆股市昨天已经开始跌 今天跌更重 那台湾是无望之灾啦 无望之灾我们一定会被拖累的嘛 那其实你也可以不用被拖累啊 对不对 谁规定说股市跌就一定要赔钱 没那个规定嘛 股市跌也可以赚钱啊 顺势再扛下去 顺势操作就会赚钱了嘛 你看6240的松钢 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停 连双两支啊 连续两天跌停板了 要放空也不是全部都乱空 对不对 那我今天帮大家持股诊断 也不是说股票全部都要卖 看个股 如果是底部的GEO股 你就不用怕嘛 你看我1102亚尼 今天亚尼才跌四毛钱啊 金融的股票 大盘大跌它才跌四毛 昨天创新高 对不对 你看2409 尤达 今天才跌一毛钱而已 大盘落一百六十八 才跌一毛钱而已 外资 七月份到昨天 总共买了 快四十万张啊 买四十万张 不计 赚下去应该是四十五 四十二万啊 昨天买了四万多张 加进去已经四十几万了 所以今天持股诊断 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要卖 如果是业绩烂的 涨太高的 这个都要小心 可是如果是底部的GEO股 就没关系 所以你也不要 一杆子打翻所有船 全部股票都抬掉 这样就没中了 所以才要整事嘛 才要检事嘛 这样懂得是没 了解 那如果要放空 要顺势做很好啊 找那种业绩很烂的 对不对 弹高上来 你看350是阳明光 教育所说的 不需要说的哦 教育所说阳明光 本一比 853倍 853倍 高还是低啊 有没有破纪录 高到太离谱了 是 所以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股票 慢慢的都一直下去 你看我昨天空 4976加零 我昨天空4976加零 那我为什么要空加零 其实加零在 最近这段期间 还蛮热门的 很多人在推荐 很多人在买 就是因为太多人在推荐 所以它成交量很大 所以被交易所 列为警示股 你只要涨跌幅 过大 或者成交量过大 一段时间都被 列为警示股 列为警示股之后 交易所就会 提供大家一些讯息 让大家注意 你知道交易所所推荐出来的讯息 加零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本益比396倍 不是我说的 交易所说的 他说加零的本益比396倍 要小心 果然 今天就跌了 我昨天60元空的 今天剩下56.5 你看空60 今天56.5 这样几% 7% 昨天空到今天又7% 那加零业绩到底好不好 你去看他的财报 会知道了嘛 连赔三年 去年赚一毛钱 今年第一季0.07 那因为市场消息很多 所以涨高之后 被要求发布财报 他发布出来财报 5月份 只赚一毛钱 那你说 业绩好还是不好 股价炒到60几块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有时候动动脑筋 不要只是看报纸 不要只是用听说的 你要去实事 求是 去印证 去检视 这样才可以 所以顺势操作 就能够赚钱 动815 财报 想先赚 倒数两天 那今天最重要的 当然还是在 持股诊断的部分 你最关心的三档个股 因为今天才投一天而已 今天才起跌第一天而已 所以你要赶快 整理你手中的股票 绝对还来得及 千万不要拖 你拖到最后 把事态给拖严重了 那就麻烦了 最关心的三档个股 打下进来 林何彦 今天之内会 亲自回你电话 等会卡不通 没关系 假卡整遍 一定要打通 好老师 答应大家 会亲自回电 就会说到做到 所以大家加油 让老师来帮你解释 时间关系 访问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星投顾 林何彦总顾问 谢谢你 祝大家操作顺利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维生 再把老师今天的服务讯息 提供给大家 今天老师开放了持股体检 那么老师会亲自的回电 解答 每个人最担心的三档个股 欢迎听众朋友来电 如果打不通的话 请稍待片刻再重播咯 02-239-239-88 02-239-239-88 而认同老师的操作 动815抢先赚的优惠活动 也在倒数第二天咯 欢迎大家也把握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晚期保证 大学教育 投资人应独立刷 选受 放选及 惜 墓